台湾民航局宣布2020年1月起 将强制淘汰26年以上的高龄客机 首当其中的是拥有多架高龄卖道客机的远东航空 远航在8月12日正式宣布将旗下营26年编号B2800C的MD83除以 卖道MD80系列客机最早在1979年10月首飞 最后出产时间则是在1999年 这段期间卖道共生产了1191架MD80 新一宗即便是最年轻的MD80也有20岁 然而世界上仍有许多民用航空公司继续营运者卖道客机 二位将特别介绍现今前三名营运最多MD80的航空公司 第三名雷射航空 雷射航空成立在1994年 总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枢纽机场是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 主要经营委内瑞拉的国内航线 国际航空公司 国际航空方面则有巴拿马 圣多民哥 威廉斯塔德 迈亚密等城市 链射航空机队目前均采用MD80系列客机 包含5架MD81和7架MD82 机停最高达31.3年 最年轻是25.4年 总平均机停是29.1年 第二名美国航空 1980年代美国航空以庞大的MD80机队作为营运主力 曾营运过270架MD82 108架MD83和5架MD87 是MD80的最大用户 不过在2001年 美国航空并购了环球航空 因此有104架MD80 其实来自于环球航空 目前美国航空仅剩1架MD82和25架MD83客机 平均机停是21年 美国航空已经计划在今年完全将MD80处翼 最后一趟航班选在9月4号 从达拉斯机场飞往芝加哥机场 为了纪念MD80退役 航班号特别采用AA80 而AA80原本是达拉斯机场飞往伦敦西斯洛机场的航班号 第一名达美航空 达美航空有当今世界最庞大的MD80机队 目前仍营运着67架MD88客机 主要用于美国国内航线 平均机临时28.7年 达美航空的MD88与市面上的MD80系列不同 失败到为了达美航空特别生产的机型 比起一般的MD80系列 加装更先进的座舱显示和飞行管理系统 除此之外 在飞机结构上使用更多的符合材料 目前达美航空也正加速淘汰MD88机队 预计在今年底还会陆续退役28架MD88 由于卖道科技的机灵偏高 多少会让外界质疑是否有飞案的疑虑 不过对飞机来说 是不是航主要经由多项数据来评估 包含总飞行里程数 总起降次数 总飞行时数等 因此即便是高龄30年的飞机 只要维护跟保养照标准程序执行 并通过各项认证 基本上是不会有安全疑虑的 然而日益增加的 维修费和新飞机的推陈初心 仍旧让各航空公司陆续处义了卖道科技 估计未来三年内 包含远航和美国主要航空公司 都会将MD80完全处义 航空民们肯要多珍惜MD80翱翔天空的日子 想要获得更多MD80的相关内容 欢迎前往各大书店购买267期世界民航杂志 另外也可以上Zenio电子书平台购买电子书 享受及时的数位阅读乐趣